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香山居士白教練 去年我們找了一場韓國的全中運的比賽說明挨打高的要理 應該有許多朋友已經看出來 這次一挨打高的成功是建立在青方選手的技術水準不高之上 畢竟這只是一場國內賽的八強戰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講解一場國際賽而且是冠軍戰的比賽 這教練就帶著大家一起來觀摩 在面對真正的強敵時要怎麼樣成功的挨打高 這是2017年在越南舉辦的亞洲少年錦標賽 就是亞少 紅方選手是韓國隊的良錫戰 有時候我們透過觀察對手的熱身動作 大概就可以推敲出他的專長動作是什麼 他這個動作很顯然不是為了好看 也不是為了練馬步 而是在把握最後的時間拉開自己的寬骨 能開一分是一分 至於有什麼作用我們後面馬上揭曉 比賽開始 良錫戰很有禮貌的上前去跟伊朗選手握手 而我們鄉山道館的小朋友是用碰拳的方式來開場 因為碰拳是代表一無會有 而握手是友好的表現 既然我待會就要踢你了 現在握手好像不太恰當 當然這不是比賽的規則 那只是一種俗成的約定 如果你習慣握手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能確定 對手會跟你講武德 好題了我們回到場上 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到 伊朗選手比韓國選手高出了大約20公分 體型對紅方是十分不利的 不過請不要忘記 這是亞洲少年盃的冠軍戰 良同學有本事走到這裡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一開始伊朗選手就發揮他的身高優勢 對他來說踢紅方的上端跟踢中端沒什麼兩樣 而紅方選手以防禦為主 搭配上左右遊移 靜靜的等待屬於他自己的機會到來 紅方突然發動進攻 上端轉前踩 把伊朗選手踩在地上 親方因此被扣了一分 這裡要跟各位觀眾說聲抱歉 因為我沒有找到官方提供的影片檔案 只有這個場邊錄製的影片檔 所以分數的部分可能就沒有辦法立即跟進 請各位就自己腦補推敲一下 不過這個並不影響我們分析比賽 畢竟得分只是結果 重點是他怎麼得到分數的 紅方還是小心翼翼的保持距離 沒有能夠踢出分數 上他目前為止也沒有擊腳有效的進攻 有點讓人懷疑他的實力 但是各位要知道 高手多到滿出來的韓國 能讓媒體幫你取綽號的絕對不是簡單的人物 如果沒意外 就要出意外了 果然 這樣漂亮的一腳 近聲稱親方右邊沒防備的時候 來了一腳 非常高的內掛 我們親方一個耳光 我們可以看到紅方內掛的最高點 他的高度是超過親方頭頂高度的 這軟度真的不是普通的好 只可惜起腳之前裁判已經喊暫停了 所以沒有得分 比賽繼續 親方選手知道紅方有這個大殺氣之後 更加小心謹慎了 紅方的選手左右優移 就是要找機會 衝進去賞他一個瓜子 而親方選手也很聰明 他知道時間快到了 在這段時間裡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保持距離 以色安全 果然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紅方在全力搶分的情況下被判抓人犯規 第一回合結束 伊朗選手暫時以10比4 領先6分 這個時候還是總分制 也就是比賽結束 誰總分高誰贏 而剛剛提到 韓國的頂級跆拳道選手 都會有一個很貼切的江湖魂名 比如韓國殭屍裴俊碩 或者是 韓國機關槍普泰俊 一個冷面一個熱血 我個人是覺得蠻貼切的 至於兩席戰江湖人稱 左腳狙擊手 原因應該不用多說了 大家都猜得到 紅方選手衝進去 左腳內掛 沒中 補了一腳右腳 中腳 非常漂亮 為什麼說這一腳很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 紅方在這一腳之前的分數還是4分 但是等到他這一波攻擊結束的時候 他的分數一下子來到9分 也就是說他這一波攻擊命中了兩腳 先從落後7分 變成只落後2分 這兩腳的實質意義 遠遠大於帳面上的6分 紅方等於是很明白的 向親方表示 我有的是辦法從你身上大量得分 就別讓我找到機會衝到你的近身 雖然衝進去的時候有可能被判抓人犯規 但是這種圖窮筆線的打法 像是一把懸在親方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親方人高馬大的外表之下 這種隨時會爆頭的恐懼感已經揮之不去了 果然跟一開賽比起來 親方的攻擊保守了許多 沒有像第一回合這麼敢攻擊了 紅方一個劍步搭配正拳衝進去 做外掛可惜沒有踢中 再補腳還是沒有踢中 顯然親方早就已經有了防範 親方的打法開始變得比較保守 畢竟有3分的領先在手 沒有必要去跟他拚命 非常精彩的一腳 既然我左右兩邊都踢不進去 那我就直接從中間騎腳 反正跳到大路通羅馬 踢一個上端有千百種不同的方法 不管左腳右腳 踢到人的就是好腳 這下子紅方從第一回合開始的落後7分 反而變成領先1分了 雖然還是因為消極攻擊而被判了一個警告 但是紅方憑證著近身優異的柔軟度 以及上端攻擊能力 硬是在第二回合結束的時候把比賽打成了五五開 第三回合開始 紅方伸出拳頭來跟親方碰拳表示以無會有 代表我接下來要全力攻擊了 這個是對對手的尊敬 碰拳之後六親不認 不要說親方 親媽都得照打 這才是真正運動家的精神 紅方近身太積極又被判了一個警告 現在小小落後1分 警方目前還是非常小心翼翼的保持距離 以色安全 明顯 紅方剛才那兩腳 帶給他的不安全感已經逐漸開始發酵了 又是一個衝進去想要做上端可惜沒能成功 看得出來局面已經漸漸由紅方在開始主導了 對於任何一個選手來說 在比賽的尾聲把主導權交給對方 絕對都是兵家大忌 無論是進攻是防守還是反擊 你都必須要有所作為 必死你自認你的防守 是密不透風毫無破綻的 對手同樣也是世界級的好手 難道他會打不出破綻嗎 這一次給紅方逮到機會 衝進去就是一個大內掛 我們可以看到紅方這一腳 抬腳的高度是遠遠高於對方的頭部的 手軟度簡直好到破錶 而且他順勢下壓後 後腳還想要勾一個後旋踢 可惜已經先倒地了 這一腳精彩的表現 幫助紅方又重新奪回領先的地位 雖然因為倒地又被判罰了一分 但是在關鍵時刻 你就是必須要展現你的鬥志 你的精神 以及你對勝利的渴望給對手看 身為一名選手在賽場上 大家都想贏 重點是你到底有多想贏 伊朗選手的一腳上端 又重新奪回領先的地位 比賽目前還剩下22秒 伊朗選手只要在這22秒 裡面守住這三分領先的優勢 他就是冠軍 所以開始跑給紅方追 這個如意算盤紅方也心知肚明 也非常積極地開始搶攻 這個時候 無論是領先還是落後方 都已經機關算盡 沒有什麼施展謀略的餘地了 能用自己謹慎的體能和鬥志 來處理好眼前的每一波攻勢 看得出來紅方帶給親方相當大的壓力 踢得親方不斷閃躲 失了一個警告 現在雙方只差一分了 在最後的關頭紅方完全是飽和式打擊 完全沒在省體力的 但是很可惜最後還是以一分之差 輸給伊朗選手 屈居亞軍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一次教練要挑一個打輸的比賽來做講解 不錯 競技場上是只有一個冠軍 成王敗寇 贏就贏 輸就輸 但是身為基層教練 我們的職責是幫選手揚長臂短 劍弦施起 走向勝利 再從這一場勝利 走向下一場勝利 不失去吹捧一場已經打贏的比賽 失敗為成功之母 選手需要從失敗中吸取經驗 從別人的失敗中吸取經驗那就更好 梁錫戰能在身高差距20公分的情況下 跟對手打了個勢均力敵 關鍵就在於他那犀利無比的內掛攻擊 特別是左腳 不過很可惜 成也消和敗也消和 這場打輸的原因也是在於他的內掛攻擊 為什麼 剛剛教練不是才說 內掛攻擊是他的大絕招嗎 別急我們來看下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是2022年的世青 青方選手就是五年後的梁錫戰 這個時候應該是高一 實力比起當年的矛頭小子 不知道高出多少 我們就接著往下看 比賽開始 紅方是來自於瑞典的選手 目測沒有高出梁錫戰一個頭 半個頭總是有的 不過能替他帶來多少優勢呢 顯然不多 開賽就吃了一腳上端 當然瑞典國家隊也不是吃素的 馬上開始反攻 結果 梁錫戰一個左腳內掛 壓在對方沒有防備的後腦上面 接著腳不落地 繼續往回補腳 招牌動作 晉升吃大局 我估計瑞典選手也是第一次遇到上端這麼犀利的對手 兩秒鐘的時間瞬間丟了6分 不知道他們教練在沙盤推引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會遇到這種選手 以為這樣已經很慘了嗎 沒有 接下來的攻擊 梁錫戰的左腳 像雨刷一樣 在瑞典選手的面前 劃過來又劃過去 然後沒有等裁判凱瑞 就踩著六清不認的步伐下場 簡直就是狂到一個限度了 但是你也拿他沒辦法 因為12分就提前結束 而且這一回合只花了20秒 第二回合開始 第一腳就來個後懸爆頭 在尖峰插針又補了一腳下壓 這已經不能算是一場比賽了 根本就是一面倒 相較於5年前的雅少冠軍戰 這場比賽可以打得這麼壓倒性 內掛依舊犀利之外 不拘泥於只踢內掛才是主因 盪端在搭配著中端的攻擊 讓對手根本防不勝防 比賽結束 梁錫戰順利的贏下這場準決賽 接下來要進到冠軍戰 由於時間的限制 冠軍戰教練就不再講解了 會放在後面 有興趣的同學 請自行觀賞 這一次的課程 就讓柔軟度同樣很好的 香山之王 來幫我們做筆記 1 上端攻擊的關鍵在於柔軟度 只要柔軟度好 誰高誰矮還不知道 2 跆拳道選手有一招大絕很好 能有很多招大絕就更好 3 身為選手 比賽都會想贏 關鍵是 你是否比你的對手更想贏 這一次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是新竹市 中城香山 跆拳道館 我是白教練 如果喜歡 請多多訂閱 按讚 轉發 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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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